全球最先进战机F35用于密接支援 目标轰炸 防空截击等任务 然而号称第五代战机的F35服役以来 出现许多性能瑕疵 韩国采购的40架F35战机 这一两年出现许多故障 影响韩国空军执行任务 初代机出现的时候都会面对同样状况 因为它要在不同的国家服役 那在韩国它出现了这个 所谓的200多项的缺失 是韩国空军在韩国的这个地形操作 还有在气候条件下所出现的 它后续这些数据都回馈给原厂 洛克希德马丁 然后就有它的材质主结构 还有就是航电系统的部分做一些调校 韩国国会议员透露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 18个月内就发现F35有多达234项缺失 其中172项造成飞机无法飞行 62项造成无法执行特定任务 过去6个月F35战机有55次无法飞行 17次无法妥善执行任务记录 韩国它也是半岛半岛的湿度是比较高 湿度比较对电子的原件 电子的这种原件的这种伤害是比较会造成腐蚀或锈蚀的现象 专家认为故障因素跟韩国地理气候有关 翻开F35事故记录 2018年到2022年全球共发生至少7起坠毁意外 F35堪称史上最大武器研发计划 这个全球最烧钱的战机耗资一兆6000亿美元 大到不能失败 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市场非常 它投资的成本也非常的多 那势必要成功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了 已经造成这个状况 那所以它就在这个技术层次上也不断的就提升 尽管性能有瑕疵 但F35还是成为各国争强的武器 尤其无二战争以来 捷克政府决定购买24架F35隐形战机 坚守中立的瑞士 9月也宣布购买36架F35A战机 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为军火市场的最大赢家 台湾也有意向美方采购100架F35B战机 但美方至今拒售 要不要买呢 要买 甚至如何价钱 10架F36B 换一架F35B 都要去买 形成一个 就是说可以喝堵东宫 尽管目前无销无息 但也传出 我国空军已经派飞行员赴美接受F35战机训练 或许也说明万一台还有事 我军可使用美方援台的F35 飞过F35跟飞过F16 他们相似度有百分之五十 一个是逆中战机 但是两个都是单八龙机 模拟机的建制 我认为可以在战机拿到之前先做 对整个的接装 还有人员的换训 甚至我认为尤其是地形人员 后勤的维修人员的训练 我认为也要尽早开始 其实我们当然是很需要F35 不过就是从F35的生产 还有就是我们获得的时程来看的话 可能不会这么快 那所幸就是说中科院跟航发所 他们有研究我们IDF后继机型 称为ADF 那依照立法院的这个公开介绍来看的话 基本的构型已经确认 那未来就是在发动机的这个推力增加情况之下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国内所生产的 这个接近逆中性能的ADF 美国不松口出售F35给台湾 自有其区域军事平衡考量 面对共军威胁 国军持续提升作战实力 势在必行 TVBS新闻 朱光宏 郑友详 王后宇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